7月18日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有外媒记者提到 美国拜登政府计划将对华投资管制的范围 限缩到只针对先进技术的新投资 预计明年实施 白宫官员准备在8月底递交这一提案 目的是限制美国对中国半导体 量子运算和人工智能AI领域的投资 生物科技和能源产业等领域 则不在限制范围之内 发言人毛宁对此表示 中方一贯反对 美方将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武器化 我们认为对正常的技术合作和经贸往来 人为设置障碍 这种做法违反市场经济原则 扰乱全球产工链稳定 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我们希望美方将拜登总统 无意对华脱钩 无意阻挠中国经济发展 无意围堵中国的承诺落到实处 为中美经贸合作 创造良好的环境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